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兔子座也是这样的 不是 那是狗 不好意思 还是属狗的 欢迎麦师傅 这一年我其实就是 我就是奔着您的一句话 熬下来的 一年之前在深圳 我们观众满坑满谷的时候 您告诉我属狗的 在这一年运气特别好 生活会特别的到位 我觉得对 因为这一年 我一直在香港的家里边躺着 平安就好了 真的是 就是对于好多人来说 可能是不舒服的 好多男的不喜欢回家 什么 对啊 肯定是 所以我觉得说的特别对 所谓的今年的运势好 其实并不是代表 你会大富啊大贵 你就突然间爆发了 而且是三对的 所有好差都是三对 你没有关起来 就是好了 但我还说 对 这就是幸福感 才是好运 就值得是这个 所以想请问麦师傅 这一年您可没闲着 也是隔离了很多次 不过我就用四个字 用自己就如虎添翼 就是 您的虎年如虎添翼 为什么呢 因为我 因为我一直看到 睡到哪儿差不多疯了 我就跑去那边坐一个 在那边又跑去 就紧黏在跑鲁的状态里面 跑毒的状态 对 对对对 我们都开心 这个还能算到 什么时候该走的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太重要了 今年我们也是按照惯例 提前在网络上 然后向所有小学院 还有的观众 征集了一些他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也觉得这个问题的反差特别大 之前大家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就是 师傅 接下来这一年我能不能发财 我会不会突然间中大奖 我的股票能不能涨 我会不会发 今年不是了 今年就是 我怎么才能留下一个饭碗 我明年能不能一直有工作 大家就把自己卑微到的这个程度 那整体来说 大家的工作运 就是工作的这个方向 明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那兔子年一定有兔子的特性 那兔子平常最大的特性就是我们说 那个可能不是不懂得怎么说 要你翻译一下 高头三万 角度三窟 窟啊 角度三窟 咱们一定读不到了 一定读不到了 一定读不到了 那就是那个意思 大家就可能不仅一个地方 就要不同的地方 或者就是你居楼的地方也好 买房子也好 都不一定在一个地方了 但是整体的那个经济环境 那个历春八字 它也有它自己的特性 就是相对上要做一些 不是传统的东西了 它有财心 但是那个财心不特别旺 还有一个技术的心 就是大家都要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 就跟平常有点不同 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如果你用传统的做法就比较难 要有新思路 对了 新方法 财心 就是想一成不变的走老路 不行了 是不行了 不行了 你要想想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 这老话也有这么一个成语 叫穷则思变 对对吧 对对也是 当你没办法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了 对对对对 说起生存 真的是谁能想到 你看去年咱们录节目的时候 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打仗 嗯 这怎么可能说打就打了 真的啊 好神奇 那其实那边打不打呢 跟咱们关系不是直接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很多的观众关注的第二高热度的问题就是 东亚这边在初五年能太平吗 那在初几年就有一个特别的新那个就文昌心走在中间热熟了 再过一年就是那个打仗的心也在 所以其实明年下半年都不太平了 就是那个国际关系有点紧张啊 大家就吵闹啊 当然现在的打仗呢 这不一定好像以前一样啊 可能是贸易界 可能是大家 而且那个文昌心走进去以后 所有有名气的人都有影响 所以你别把自己的名气弄得太大了 因为明年的名气运走进中间入囚了 入囚了 对 有名气的人就入囚了 对了 你怕不怕 我一点都不怕 我现在谁知道我是谁啊 所以你别追囚名利了 对对对 低调一点 对对对 我安全了 接着躺一年 知道吧 然后那大家你看啊 往外行动不变 然后这个地区的形势又不稳定 总要找一些方式 去让自己的这个家产啊 有点点增加 买房呢 似乎大家热度又不是特别高了 对啊 反而搞这个金融投资的 大家开始做的越来越多 那这个金融市场在兔年的 哎 那 提到这个好多人脸都绿了 这个满屏都是韭菜的味啊 重生开始的年份 因为 几年已经是 八运里面最后一年了 我们快跨进九运了 二十四年就是九运第一年 所以我们是个重生开启的年份 不论是投资 不论是很多很多东西 住的地方 山水的配对啊 还有地运啊都重生开始了 我们就跟着那个大方向 总为好的 这个八运九运指的是什么呢 那每二十年有个大运 八运的时候我们强调 希望有运的地方就是 西南边有水的地方就最有运 然后东北有山的最有运 然后到了九运就是另外一个运 九运就是我们说的离 离那个卦在八卦里面 离代表什么呢 离代表分离 人跟人之间的分离距离 所以九运里面大家没有以前怎么称谜 就不是你想见就见到了 而且大家就会离分率也特别高 在那个运里面 还能更高呢 我的天啊 很 现在还是五成 还有很多空间的 然后呢 在我们来说也是在那个运里面 山水的配对不同 所以每个地方的运也不同 我们要求九运呢 就北面有水的地方最有才 我们可以看看整个世界 哪些位置是北方有水啊 或者是你自己住的地方 如果北方有水 我们要求北面要动一下 所以如果我们在南方出生的 往北面走 在整个九运里面南边北面 都是比较好的地方 那么东西就反而没有怎么好了 然后大家如果你在 每个人出生的人都往北都动一下 在那个大的九运里面 在二十年里面都会是好的 都是好的 还有就是离是火运 秋冬出生的人比较 走进那个运里面比较好 也是不错 完了 那你是夏天出生吗 七月 七月出生啊 七月就夏天啊 完了 没事 那么去冷的地方 跑跑就行了 还要跑 去冷的地方躺着可以吗 开始想躺着 那在这个兔年 按我的理解啊 兔子生育力是 生育的能力 繁殖力是特别高的 会不会这个兔年 也会特别利于大家 愿意去生育 我也好一点 因为兔子呢 在学生育里面呢 孩子是比较多 还有我们 兔年之后 就是龙年了 龙年从来都是 三孩子的高峰时间 那么兔年怀孕 龙年生就最多 因为龙年 特别多是三孩子的 经常我们中国人呢 最不喜欢呢 就是羊年 三孩子 以后老虎年还是小的 所以兔子年应该多一点了 希望这个 而且大家可能没公开了 不用闪班了 那有什么好干呢 在家里 会不会 继续离婚呢 对啊 离婚又再三了 那么一个家庭 就有几个 就让这个 也会多一点孩子了 总会有这个问题 你看啊 就是以前都觉得 这个大家什么 比方说隔离在家啊 等等的 那就生孩子嘛 结果发现不是生孩子 反而是去离婚了 对对对 就夫妻俩 还是不能太久碰面 在何的人 也不能天天都靠在一起 所以 最小离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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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均匀啊 分配均匀啊 分配均匀朋友们 然后再一个 也是这几天啊 我们在录制这几天 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床垫 床垫不错的 对 床垫好与坏 我觉得不是材质的问题 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比方说 我去别人睡过的床垫 我再睡 好不好 不好 真是不好 因为床垫在我们 在玄学上风水上 都是有气韵的东西 有气韵 人家问楼下是气韵 而且楼不一定是好的 都是差的气韵 所以就不要 我常常叫人问床垫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坏 就问个床垫 问个马桶 问个地毯 其实东西是最吸收一些不好的气韵 其实也是中国古代 那个传统的智慧 就是以前人家不解释给你听 但是现在就明白了 其实是太贴身的东西 而且就会有卫生的问题 对了 所以就不让你用 就是那个原因 所以地毯床垫 马桶 沙发都应该问一下 其他反而没所谓 你问不问没所谓 所以就是比方说 你像我是一直租房子的人 租房如果配了家具 我都可以用 但是床垫最好给它换 对 自己带个身的 对 那如果说这床垫 别人没睡过 就是我们两公婆睡 多少年我要换一下 就遇着放他睡的年份 动一下也好 尤其是老人家的健康 我们通常都是用问床垫 来把它动一下 有一个变迁变化的 一些重生的气韵 那么也会好一点 当然你换了以后 他又睡得早 你知道老人家 有时候又换了 睡不到就麻烦了 对 所以那我现在我就通了 怎么那样呢 那人家非要把那个 旧床垫要回来 是为了人 他们好 对 对吧 而且要回来之后呢 也不再用就是把它烧掉 这是对的 嗯 里边有多少细菌呢 是不是 哎呀这真是 到位我通了 我一下就通了这个事 好吧 每年在这个时候 大家特别关注的 就是12个生肖 在接待这一年里面 在兔年里的表现究竟如何 既然 你看我经常这个 在节目里边损一损大家 打击一下大家 但是今年啊 我觉得大家心里边承受的东西都太多了 嗯 都需要听到些好消息 对 那咱们就从好的开始 好的 好吗 来 咱们先说说财运最好的是 好的 哪个属下 财运最好 最好就是属羊的朋友了 哦 哦 那咱们做了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听说羊有好运 对啊 羊都被熬到出头了 对啊 因为我我爸属羊 我属狗 我一直就觉得就是我们俩就是就是就是灭我妈的 哈哈 恨我妈的 哈哈哈哈 因为我妈属马跟您一个属相 哎呀 嗯 羊还是 羊呢在那个兔子年人家羊跟兔子是好朋友啊 羊跟兔子是好朋友啊 你跟太岁好朋友总有的好处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羊呢今年其实蛮多方面是不错的 他有三台心有唐福生 三台代表步步高生 不论是耳师运还有那个财运还有感情运都是往好的方面走 都要好 都要好 对 但是每一次喝豆了龙年又犯太岁了 羊好不了几年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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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不了太久啊 但是今年是不错的 今年的那个财运来说是一个进步的年份 所以可以可以多点去参与一些投资啊 但是也不用太太高风险别做哈 而且呢今年要看那个文件呢 合同看清楚因为有官服 从官服是一个官非的声音啊 看得不清楚的话可能要跟人家打官司啊这些就比较麻烦了嗯 签字同意的时候千万小心对啊 其他的事情都还好啊 嗯 没错 恭喜羊羊啊 对恭喜羊羊太棒了 刚才跟麦师傅聊了一些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事儿 而且我们的生肖运势大榜已经开启了 嗯 他聊了财运最好的是羊 羊对 所以剩下的是一个生肖 放心吧 啊 你们没有啊 不对 我们今天要积极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就是你们你们你有你们也会有钱的 只是没有羊那么富有啊 但是也是很不错的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呃事业运好的 嗯 是哪个生肖啊 那事业呢最好反而是本命年的兔子 哦 所以也不太差不差 第二名就是猴子 猴子 哎你怎么主要讲讲猴 啊 说说猴子猴子呢终于熬出头了 因为在老虎年的冲的特别厉害 我觉得除了结婚以外呢 也没什么好做了 没有结婚的都分手了都已经孤单了 今年是重生开始的年份 今年有点过瘾了 今年有岳德星 有国运 是因为国运是一个权利 所以呢今年你守我权利 如果是熟猴的朋友 而且呢就我也搬搬搅啊 因为有地姐 那个新地姐就是 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我也搬动 但是财运呢还没行还没可以 因为今年还有一个小的破财星跟着你 就还是要财来财去的年份 但是如果有那个新的话呢 就自己理财的话呢 就要谨慎一点 也要多破欢喜财 就是多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多做一点好好的事情啊 捐年钱啊 都请人吃吃饭啊 对 都慈善捐款啊 罚好 所以就是属猴的朋友 那基本上就是 有贵人 贵年是比较稳了 比较稳了 有贵人 但是你要稍微花花钱 对有新铅的孕 在那个时候还不错了 相当于你的财运不要急 你是在为以后做好的所有的铺垫 打好的地基 后面就会更好了 好不好 那接下来说完猴了 那么我们 哎呀你们老说打乱顺序 咱们按顺序说好不好 猴完了之后咱们说蛇 嗯 那说蛇的朋友 也是多了半太岁的年份了 主持人呢就在老虎年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曾经又受伤啊 心情又不好啊 经过一个轻微的 翻太岁的年份 来到你的兔子年 没香葱 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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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稳定 就是你跟太岁 没什么特别关系在里面 又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不好 那会不会生命变得很平淡呢 啊 那么他还有天乙观人心 还有益马心 还是要走动 但是那个益马心呢 就是如果还 你自己还不能走的就不好了 所以你要想想办法多点走啊 哦 还必须得走一走 别睡又走 别睡又走 不走了走起来 这个益马心对于你来说是有好运的 那对 但是你不走的话定这益马心就是 这反而不好了 就是读了啊 就是试药三分读 这么一个概念啊 对 多点走动 多出差 如果可以的话 然后呢 多往外跑 我们那个叫 就是有些人的命格 他不走动前不来 走动前就来 今年就是在那个状态 那个第一 在爱情上如果有一马心 也是你在你原来住的地方 你找不到桃花的 还要往外才找得到 你不去另外一些地方 就像咒找不到 哦 这得到别的地找对象 对 那已经有对象呢 已经有对象 到别的地能找到更好的对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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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换对象了 好吗 好 好 说完了蛇 咱们继续按顺序说 我的顺序跟你们不太一样 可能 对啊 下一个蛇完了 就是 这个前一年的本命啊 对 经过了本命年 经过了本命年以后呢 老虎呢来到兔子年呢 其实又不算很差 但是又还没到好 因为一点吉星都没有 然后那个老虎跟兔子呢 的关系呢也是有时候好 有时候差 所以今年还是不太稳定 而且没有吉星的时候呢 在事业上有帮忙 但是呢 老虎呢 可能经过了本命年 人还是有压力 工作上呢 好像有点辛苦了 然后有那个末月 那个新面对陌生环境 带来的压力啊 有点失眠啊 睡得不好 有点小的 伤风感冒啊 这些情况都要有的 咱们这就 一定要往积极的方面来讲 就是属老虎的朋友 真的本命年过得不易 但是接下来这一年呢 咱也不至于一下变得特别好 对不对 人生啊要是大起大落 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咱们能步步的往上 稳步提升 其实是最好的 对不对 今年特别的不好 咱们初年稍微有点改善 自己多做一些 能过 能过就行 好 咱们继续按顺序 鼓完了之后 牛 好 好难跟你的那个节奏 牛 牛也没有极星 也没有啊 没有极星 这个极星都去哪里了 去了其他地方 没有极星的时候呢 就 都借了一点点熟羊的过来 都还能过一点点 但是借过来力量不大 就有庞福啊 山台啊 华盖啊这些心呢 就在西运蛮不错 但是有点孤单 因为华盖那个心呢 就一熟才华的心 本来就不忘桃花 还有中心寡熟 就是一个人睡的心在 对 所以今年呢 就在感情的沟通呢 不太好 你本来有女朋友的 或者你会觉得人家 你为什么好像不了解我啊 就常常有那个感觉 你不懂我 对 所以就我觉得 大家沟通的时候 应该要 比较沟通的 比较好一点就行了 然后今年还有一些 女孩子带来的麻烦 就是别跟女性的 亲戚朋友做生意 不然的话 大家就吵架 是 还是有 就是牛也没有那么差 人家关系有点小问题 还有就 但是华盖心也不错 华盖那个心 本来就是 艺术才华的心 如果你说 我是做一些 跟艺术有关的 跟创作有关的 我觉得今天还是做的不错的 灵感会源源不绝 嗯 哎呦 我们这效率很高 一下聊了四个 感觉这四个呢 在图年里边 都不是说 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绝对没有 特别特别的差 嗯 都是比较稳 我觉得似乎 大家经历了这几年之后 心态也变了 对 就是我也不求大富大贵 我只求平平安安 那么就恭喜这四个属相 属猴的朋友 属蛇的朋友 属虎的朋友 属虎的朋友 属牛的朋友 这个兔年至少你们是稳的 好 恭喜你们一下 我们继续聊一聊兔年的运势 希望大家都能够前兔刺锦 你给我们这吉利子特别多 这个跟兔啊 你看每年 现在大家都用那个生肖啊 说一点吉利话 吐的真的不多 虎呢 虎虎生风 骑虎蓝虎 不是 那不是吉利子 所以但是我们想到英文有 是吧 对啊非常好啊 那个事情 too much 好是too much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对啊 你以后开始想 to be or not to be 好吧 在聊接下来的生肖运势之前呢 我们先回应几个网友提出的问题 好吧 第一个是一顿能吃五大海碗 哦 我先声明一下 各位在这个问题里边 如果问的是非常个人的啊 我是82年7月7号 早上7点出生的 我接下来的运势怎么样啊 我们就不在一个节目里边 面向全球180多个国家 会有50多亿人收看的节目里边 来回答了 好吧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让大家 所有的观众听的 都是会获得益处的一些问题 好吧 我们会精简一下 这个一顿能吃五大海碗 问 他说我是在一线城市 做房地产销售的 2022年我们这行真惨 下半年我就成交了一套房 现在在犹豫还要不要 在这行继续干了 所以这这兔年您说他还接着做吗 那 因为我们都说了大运变了 从八运到九运 八运的时候呢 房地产是会好得多的 九运那个运呢就有点改变了 那个离 离跟利米利的利 所以我也发现呢 美容那个行业呢 蛮有前途的 当然是我不会做地产的一个朋友 能不能赚照 那个美容不是人家能赚嘛 对吧 所以我就考虑上你自己 是不是比较力 比较力土的人 一般在通天出生农历 七八九月 十月十一月 这些还是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整体 有时候我觉得你做一个行业 也不一定就是那个行业好不好 当然大方向好不好 对你来说都重要 但是你自己能不能赚钱呢 也要看自己个人的命格 就是行业多差 环境都不好 都有人能赚钱 对 那个都是 所以就希望那个朋友就 他刚刚如果他是利土 或者是利一些 一般来说就是刚才我们说 秋冬出生来的 就比较有利一点点也是不错 但是如果你说我都生亏一览 是不是怎样说 生亏一览 说得特别的准 对 脚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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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犊质 你觉得在酒运里面 比较好的行业 就是刚才说的美容 万宝 这些行业还是不错的 在未来 能不能早点走进去那个行业 也可以有20年的运 希望大家都好 特别好 就不一定要执着地 在一个工作上干到老 对不对 该换也得换 好 下一位观众的提问 迪士尼《在桃公主》网名 我和我男朋友都属猪 她对我很好 但是从来不让我看她手机 我觉得不对劲 她会不会是个渣男 真是你分吗 你分不分 就是不是 你就不想看她手机了吗 这是你内心里的鬼 但是我觉得女孩子都喜欢渣男 真的吗 不是你写了出来不好 人家就不要 还是人家就会 还是看着的时候渣男一般来说的 我不知道渣男有什么好 我为什么要指自己 渣男有什么好的 怎么就吸引女孩子呢 我一直就是个好男人 通常我们在一般人眼里不好的男人 就是说我不炫术 说我不炫术 说我不炫术 你会不会嘴是比较薄 嘴唇比较薄 你厚的太重感情了 就太重感情不好玩 对 对 通常嘴唇薄 尤其是上唇比较薄的人 一般来说 在我们来说了 他又忘了 或者是他从来不太认真去说 而且他分手的时候 分得特别狠 一分就走了 所以女孩子都是觉得 因为能说话女孩子都是要 都是要 打断声慢说 你怎么样呢 在我这稍微辩论上 怎么就叫这一分就特别狠 狠就是说走了 就是说分手还不走 还在这腻腻歪歪 藕断失联 就不肯吗 不是 因为女孩子通常说的分手 不是真正的分手 就通常就吵架的时候 好了 我们分开了 那么就 好 对 他真的走 答应了很快 对 所以你心里面就都搞错 说一下 女孩子就通常就觉得你会回来 求求他 那但是真的没回来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好像没完成一个事情 那么就特别想念 所以通常家男子真的是怎样的 好吧 就是还不能 但是我很想知道 那个观众干嘛一定要看人家的手机呢 对啊 对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看他手机呢 他自己的手机有没有让人家看呢 对啊 你有没有拿出来给人家看呢 有什么都好看呢 就是 人类人真的不同 但是你孩子都是这样 你孩子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 每一个过来炫命 然后发现有第三 有其他人的都是跟我说 老师 我发现了他有第三姐 那么我说 你为什么会知道的 他就开着电话我看 我听到有那个 我就过去看一下 我说你别看人家的东西 我不想看的 天意啊 美国就是天意 拿着电话自己飞过来吗 哪有这么多天意 我觉得你要想好 你自己打算怎么做你才看 因为一看一听是 晴天霹雳 对 怎么说 晴天霹雳 通常都是这样 但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男的 一定都是在外面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跟 就跟关于癌症有一个说法是一样的 可能99%的人在一生之中都出现过癌细胞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没有查 可能你自己的状态又比较好 这个癌细胞就被你自己搞掉了 对 你这会儿一查 一下 对 然后再一治疗没治明白 就反而就会严重了 就这个感情里的这一对啊 好像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觉得如果那个 多多少少 对 哎 一男一女相伴几十年 这个世界没有诱惑的嘛 对吧 这个人总是要有徘徊的时候 恰好在他徘徊的那个时候 被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并且为了此事去给他弄得 搞得越来越大 谁的面子都挂不住 反而就分了 对 有的时候呢 你他在徘徊的时候 你发现了 哪怕你发现了 你也没有踢爆什么 反而我们继续希望把我们的感情经营好 而不是为了这个事情去纠结 可能另一方 就像那个癌细胞一样 他不会发出来 就被他自己扼杀掉了 对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对对也是也是 在感情上真的是这样 好奇怪的有时候 所以我想 就是迪士尼在桃公主的男朋友 我想跟你说一下 赶紧跟他分了吧 好吧 他就像是体检你癌细胞的 那个体检医生一样 好吧 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是先回应两位了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生肖的运势 好 接下来我们先说 先说一下我的衣服 我有必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服装部门 特意为我准备了这个小兔兔 但是呢 那个耳朵又不够长 但是我站起来一下 我站起来一下 然后给我一个全景 好吗 兔子的尾巴应该是个球球 对吧 对呀 看我这个尾巴错了 我以为这个羊羊 对 不够钱 人家工厂做的不够 就做的简单一点 不是不够啊 麦师傅 不够钱吧 这是猪尾巴要 OK 这是我们猪年用过的衣服 你知道吗 其实 学完就没有想到还能弄个吐 各位注意 龙年我穿的可能也是这个衣服 好吧 所以我们就说小猪猪 好不好 小猪猪是一个我特别羡慕的生肖 似乎哪年都不错 猪没有什么大风险的 通常来说 真的猪蛮好运的 因为猪在那个兔子年 他跟兔子也是好朋友 所以就也不错 而且有那个 他虽然他吉星不太多 就只有一个 一个吉星就是天厨 就是天厨 就是厨房的厨 就是有的吃 好多人请你吃饭 这太适合猪猪了 对 就是你有那个心的话 应酬 朋友特别多 今年是要多吃不同的饭局 酒局这些也是比较多 所以今年在健康上 就要注意休息的时间够不够 还有健康管理一下 体重管理一下 但是今年人家关系人是认识得多了 但是也有一些口鞋是非 还有紫背心 有人在你后面骂你 所以沟通的比较好一点 挺好的 挺好的 鼠猪挺好的 接下来咱们问一下 《十二生肖》里边 最凄凉的一个属相 好吗 既然说完了猪 咱们就要说狗了 因为这个猪狗不如是很多人心里的内心独白 好吗 你说狗狗 也就是我的属相 狗今年非常好 好多吉星 我不信 这个你不要特意安倍我 不要特意安倍我 每一年都是告诉我 这狗 你是狗 你完蛋了 今年特别好 今年吉星蛮多 但是当然也要注意 因为 不是 你把吉星蛮长开 所以说别直接就淡视 你让我高兴的长一点 有几位有龙的 大的怪人心 强而有力的怪人 有碎核心 因为狗跟兔子是六合的生肖 兔子跟你特别友好 特别好朋友 特别好朋友的时候 园子上做事情也会顺遂一点 很多很多新的合作 有人以前还没做过的事情 都有的现在尝试 是 今年就是这样 但是合态税那个情况 大约有70%的人是非常好 但是有30%的人是特别差的 我们特别要注意 特别要注意是什么 家里是老人家的健康 家里的健康 所以如果今年有开心的事情 怀孕三个孩子 有时候搬个房子买个房子 这些都是不错的 有没有那个打算 我 慢说 这么多年了 咱也是老熟人 对 你也知道我一直都能买房子 这个打算 但是就是人家不卖 买的今年能不能成功了 那个事情 而且房子都掉下来呢 是我给的钱不够 人家不卖 你怎么不能打一折呢 打一折我稍微带点缓 我争取争取 能投资吗 自己不熟税的别投 担心买个房子还行 我觉得啊 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 就是熟狗的朋友 咱们所有熟狗的朋友啊 好吧 什么都别投 这辈子都不要投资 你就能活得挺好 哦 哦 哦 啊 啊 啊